第225章 此地无垠 三百两 他倒是不意外 看着蒋恒林 闲着没事 跟着韩婉林一起来看他出酒 脑子和心机比起上一试 真是差太远了 人齐了 那他也就不客气地磨刀祸祸像猪羊了 转过头 他淡淡地收回事件 抬眸看向一旁的李斯诺 唇角勾着浅淡的笑容 那一脸的无辜和单纯 偏偏有种不容置疑的强势和骄傲 班长 你说我偷东西 我偷什么了 哼 偷了什么东西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整天跟外头的小婚婚混在一起 谁知道 是不是他唆使你进来偷东西的 哼 那种小婚婚 能有几个是好人啊 啊 你说我整天跟小婚婚在一起 班长 你有证据吗 如果是在厢门口遇上 也说要混在一起的话 这个接口未免太勉强了吧 就凭这一点 你就想栽赃我 跟小婚婚合谋偷东西 唉 芸汐 你就狡辩吧 明明是你自己偷的东西被我发现 还那么狠毒的把我推到教室里 你这是想整死我 好死无对证吧 哼 小小年纪你是这么歹毒 都不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教出来的 明明不是什么大事 被她说得这么恶毒 任谁听着都不会高兴 校长和班主任纷纷拧起眉 对黎思诺这个还担任班长的学生 如此不识大体 口不择言 很是不悦 黎思诺 我要是想整死你 就绝不会把自己拉下水 哼 这么明显就能暴露我自己的手段 太拙励 啊 拙励又怎么样 我看你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人发现了吧 现在好了 连警察叔叔都来了 哼 今天要是不能给我一个交代 我就让我爸妈去告你 告你 蓄意谋杀 哼哼 想要交代啊 可以啊 芸汐笑着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校长 校长 如果我说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也压根就没有来过多媒体教室 根本不知道 班长你说的是怎么回事 估计现在谁都不信 哼 那怎么办呢 校长看了看芸汐 又看看一旁的民警 还没开口 领头的民警已经走了过来 那不妨调去监控看看吧 这里刚好有电脑 我们随同有技术人员 可以把监控调出来 谁是谁非 看监控就清楚了 一听有监控 李斯诺也算愣了下 他压根就不知道 学校竟然还有监控这么一回事 刚刚他带着芸汐过来 一前一后 怎么看都不像是他在跟踪芸汐 要是调出监控 这不是直接证明他在撒谎了吗 领头的民警偏了伊斯诺那一脸心虚的模样 转身冲伤透了民警点了点头 小唐 你去把学校附近的监控 调出来给大家看看 尽快找出嫌疑人 好的 小唐咽的声 转身往讲台那边的电脑走去 不可以 两道声音一口同声 回响在安静的教室里 李斯诺和梁欣仪一看小唐警官往讲台走去 几乎是下意识地就穿山前去拦着 看着这两个狗急跳墙的蠢祸 这么急着跳出来 无异于是不打自招 好晚林狠狠地瞪了李斯诺和梁欣仪一眼 一肚子恼火 真后悔找到他们来栽赞陷害 简直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芸汐细舍地瞥了眼这两个蠢祸 眸光不紧不慢地挪到李斯诺慌乱的脸上 班长 你这么慌张地拦着警察叔叔做什么 你要栽赃我 我也得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啊 你这么拦着 难不成是 此地无垠三百两啊 我好 我是 我好 我好 iping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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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